对于吃货来说美食下肚打个宝格 人生没事冒过如此 但是有些人吃饭却吃不消停 出现反酸烧心 胃里翻浆倒海甚至想吐的情况 其实这个主要是卫食馆反流造成的 长期反酸烧心的人这几种食物能不吃就不吃 不然铁打的胃也受不了 一番茄 它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 不管是番茄炒蛋还是凉拌做汤 都是很多人的最爱 不过对于胃酸的人来说并不适合 番茄本身酸性很强 会刺激胃产生大量胃酸 加重反酸情况 二橘子 也属于酸性食物 反酸患者空腹吃橘子容易造成胃肠粘膜刺激 饭后吃橘子也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 除了橘子橙子柠檬也要少吃 三红薯 红薯深受很多人喜爱 尤其烤红薯甜甜嫩嫩的很好吃 但是红薯中含有糖分较多 草儿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酸分泌过多 所以反酸的人要少吃红薯 想要缓解胃酸反流 那就得从抑制幽门裸杆菌入手 中医认为药补不如食补 通过食补改变胃内环境 让胃不再适合幽门裸杆菌生长 在千金一方中就记载了一个养胃小时方 都是天然的草本小植物 让身体不会产生副作用 主要食材包括丁香 被称为芳香健胃剂 散寒止痛增强胃动力 猴头菇健平养胃补义气血 杀吉健胃消食清热止咳 佛手疏干解育理气合中 大早补充义气养血安神 用丁香猴头菇杀吉菊皮 大麦山楂佛手大枣 芙苓等食材制成茶包 每天泡两杯纸胃酸 不烧心肠胃舒服多了